大家好 本这几期我们要拍的是后代西路 厦门市的后代西路 我现在处的位置是文平路与万寿路交界处 然后我现在这条路是文平路 然后再走差不多一点路就是后代西路了 后代西路会穿过下河路主贯道 现在我们就是往前走 再往前走 一条直直的后代西路和下河路是垂直方向 和河翔西路和河翔东路也是垂直方向 现在下了一点小雨 然后我们接着不耽误我们拍摄 接着往前走 我们这左手边这是文平立交 文平高架还有文静桥 应该是 应该是 四局发展公司 一个是 一个国企单位 那 马上就到 那个后代西路了 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面这一条才是后来西路啊 这你可以下去吗 对这肯定有人下的 你看 肯定有人下来过了 直接直接下来 这是啥路 哎呀这很危险 这条路不是这样走 不是这样走 成功大道这里是成功大道 再往前走就是后来西路了 那里本来是没有路的 但是可能是经常走了 人走多了就变成路了 然后我往后看呢 往后看那边是领袖城 这这这一些是领袖城 这一些是领袖城 领袖城小区应该说是 应该怎么走啊 应该怎么走啊 不会重喝 就这样子过去吧 哎呀 还是这样还真的是从这样子过来 还是真的从这样子过来 这条路就是后代西路了 这条路就是后代西路了 那桥底下好暗啊 桥底下非常暗 黑不溜秋的 啊 走出来了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 文真路框架立交桥 铁路部第一勘测设计设计院 铁士院工程兼理事 2002年的7月 铁士院工程兼理事 雨说大不大 说小也很小 看看飘了一下挺大的 现在又变小了 啊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呢 是市民区 其实厦门岛内 老是说岛内岛内 岛内就是市民区和湖里区 湖里区 湖北的湖 湖中央的湖 市民区湖里区 南京 雨伞收起来了 雨伞收起来了 这个应该是那个图书馆 这一栋 哦不 对 这一栋是图书馆 厦门市市民区图书馆 厦门市市民区图书馆 那这个后代西路上这边有什么什么路啊 这里是文平山路 有挺多的 这一开头的 这一站是文平山站 有四路四十二五十二一一三一三九还挺多 一三九的 文平的 文平山装站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佳河良库 佳河佳河 文理新地标 新地标 新地标 不是旧的 是新的 文理新地标 这一栋其实就是一栋一栋的厂房 厂房改的 打卡新天地吧 打卡新天地吧 新盛 不会盛地吧 打卡新盛地 新天地也很不错 新盛地 家和良库 其实就是一栋一栋的厂房 然后改成要不做餐饮的 要不做什么的 之前进去 已经进去过一次 是这样子的感觉 厂房租不去 怎么叫 租不去怎么办 简单 建成商商业的嘛 这里又是一所中学 这是厦门市第九中学 这是一个门 但是大门应该不是在这里 这是西北门 西南门 西南门 说错了 西南门 我们是在后代西路上面 后代西路 有些人打伞 有些人也不打伞 我打伞是因为我怕我的稳定器 被稳定器淋坏了 人到无所谓 人到无所谓 然后这边是汇丰家园 汇丰家园 这些都是汇丰家园 这些都是汇丰家园 然后这边弄的这种坑坑洼洼的 这很就是说好像是近他们讲说是吸水性 就是吸下雨 就是像海绵一样的 就可以把水给渗透下去 不会积水 这种 汇丰家园这边就是金榜大厦了 靠近已经是算是靠近下河路了 金榜大厦 靠近下河路 金榜大厦 我把那个雨伞收一下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 现在还是那个后代西路这边 我们现在是是往北走 往北走 这一栋就是金榜大厦 然后穿过这个下河路 就是主干道下河路 下河路我之前也拍过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说能帮我点个赞 或者教我那个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应该说订阅我的频道 而不胜感激 这是金榜大厦 金榜大厦 这里你看很阴凉 也不是说这里树比较多 这是大树 大树底下好乘凉 都是 然后穿过来呢 这上面是BRT 快速公交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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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过去这边 哇 这个时间好短啊 哦 这些呢 就是那个九龙城 这是九龙城 然后这一栋呢 这一栋呢 是新安宾馆 新安宾馆 然后在横上面的高架呢 是BRT 快速公交车道 好可以走了 像我年轻人竟然还要走两次 刚才走的速度 城市变速度变快 对面呢 对面呢 还是可以走的 对面呢 还是那个绿灯 对面还是绿灯 那这边呢 就是红灯了 这里 刚才说的 这一栋呢 是新安宾馆 不对了 现在 这已经不是新安宾馆了 它现在已经改名了 一栋酒店 因为为什么我老实说 我都没注意 因为它这个标词实在太上面去了 一栋酒店 以前是新安宾馆 江山带有才能出 各领风烧数百年了 金榜公园的BRT站 这里是金榜公园BRT站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带西路 我们这几期拍的就是后带西路 后带西路 也有人说是后地西路 到底是带还是地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都有拼音的 后带西路 不是后地西路 得爱带后带西路 现在往北走 往北走 这边都是这个酒店 接手的酒店 那边好像商铺比较多 行吧 就这样走吧 但是我们就来看 这边就来看 打开 里面小人 照顾 走 这个视频 看到我 然后 一些 育尚 一些 这条汇文路 这条汇是汇款的汇 汇文路 这条路给大家说一下 这条路好像小吃特别多 吃的 因为它靠近火车站 小吃特别多 大家外地的朋友 可以过来这边吃一点东西 就是汇文路 记住是汇文路 创建和谐文明城市 这间是武村街道 我们是武村街道社区 记得是汇文路 我们这条路是后代西路 反正怎么说呢 靠近火车站都有的吃 只是说 看个人口味吧 香妹子 酸扭八 东北大漏串 凤凰明晦 祇康药药店 就是德友房产 天猫小店 我们现在走了这条路 在左边是什么文华阁的 安德鲁森 这是卖蛋糕的安德鲁森 展示台 满满的奶糕 每个商家都号称自己是每天都是新鲜产品 好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是一城广场 好像这边的都不是太高 都不是太高 到金榜西市路 金榜西市路 姐妹 姐妹花屋 现在 赌差了 养发的 SPA 床上药品 饮品店 好 我们走到 河祥西路 与后代西路的交界处 往后大家看一下 河祥西路 我拍过一段 河祥东路我拍了完整 河祥西路 我拍过一段 然后后代西路穿过下河路 下河路 然后还有河祥西路 然后还有一条也是比较的 那个就是湖冰南路 主要主干道的 就是说 这相对于边边角角 那个河祥西路就是主干道 我发现厦门还是做餐饮的 这个臭的比较多 十三香小龙虾 我怪不得 闻的挺香的 就是闻到一股蒜浓的味道 蒜浓 就是那种蒜浓香蒜浓酱油 那种那种感觉 我们那个我老家有一种土特产 叫说土土笋洞 但是拿到厦门来卖的话 好像就是变味了 就是说了 那个嚼劲啊 什么各方面的 就是形式形象 那个形象 但是味道不像 形象到味味道一点都不像 我之前我之前那个在送外卖送外卖的公司 好像好久没来了 好像从哪里进去的 送外卖公司在这里面 应该拆了 应该拆了 对 一小间一小间的 拆了 算外卖的公司 应该是从这里面走进去吧 对 算里面走进去 好像是这一栋 这一栋 这一栋 在这一栋里面 应该 应该是在这栋里面 做外卖 就是那个 它是外卖团队 然后这里 新的一个好像是后代西路美食城 反正能 只要你能做得起来 我什么名字都给你 扶得上去 美食城 以前还在这里 在这里吃一点 就是吃一点 那小少 特别小啊 非常小 以前我觉得好 以前我觉得还可以啊 没想到 这店面这么小 你看啊 这样子感觉挺大的 以前做平安才 16万 那个提平安差不多 100 这个还 看了还挺 之前觉得好小 好小 好大 然后感觉现在是什么 感觉好小 现在好像封起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租期到了 还是什么 不能再租了 这辆大巴车开的好快啊 好 我们现在到了黄达 黄达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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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厦 我进去一两次 没什么记忆的 虽然在那个外卖公 外卖公司旁边 但是 你要想想 我是一个新手 新手 他是不会让你派 进单给你的 都是派一些远单 就是距离比较远的 反正他是不管你 他是按单量来算的 而不是 而不是来看 那个 而不是按那个 距离长短来算的 他虽然说距离长短 也有 就是三公里以内 500米也是三公里以内 100米也是三公里以内 反正都是一个价格 所以说我没什么进去过 这就是新手与老手之间的区别 这 谁叫你要做这份活呢 你要说 只要做这份活就得承担这份 这份 这份的欺负 我感觉现在的外卖 如果再不交 不给外卖 再不给那个 起手 这些起手 交医保社保 这都是 这应该是国家的责任 不是外卖公司的责任 因为国家没监督到位 再不往下走 人口 人口基数再往下去 你再不给他交 交医保社保 那就 这个就是国家的责任 之前说 之前还可以笼统说一下 说 那企业要发展 不能增加企业的负担 我们现在在后代西路 以后代西路 以湖滨南路的交界处 湖滨南路也是一条 很重要的干道 很重要的干道 那我这往下走 还是湖 那个后代西路 我们接着往下走 还有这家 这家 那个 新业银行开的时间 非常的 非常久了 这个大厦是 红 红祥大厦 这里到底能不能走啊 好像不能走 往后看一下 应该我刚刚应该走这边 走这边 不应该走这边 因为我看到有 有电动车过去 我以为这边也能走了 应该走那边的那个 公交道 那我们现在往 往前走 这个是海盛国际大厦 这个是一个日一个城 一个日一个城海盛国际大厦 一个日一个城 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城海盛 盛好像是好像是这样 之前我不知道读了对不对 我查过了又因为不经常读 然后又忘了 海盛国际大厦 然后我拍的这一边 就是有一座中学 厦门市湖滨中学 海盛国际大厦 然后再来 如果下次天气还是这么已经按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考虑 如果再拍录的话 是不是考虑再拿一个手电筒 这里不能走了 这里有人走过去 拿一个手电筒 这里面就是厦门市湖滨中学了 这里面 这边是湖滨中学设施齐全 湖滨中学的东南门是在湖滨南路上面 西北门是湖滨山里那边 就是往前走 横的这一条 这边热素 看看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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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灯打开 可以了 打手机灯 龙翼花鸟市场还是往前走 南湖公园往前走 湖滨中学往前走 湖滨中学 湖滨中学就在我后面 这这个就是湖滨中学了 已经相当晚了 也不说已经相当晚了 就是说现在天已经暗下来了 这路灯怎么还还可以 就是说 还要往前走 后带西路 我看看可能就几百米就到了 就走走走走到了 我们前面这一条横的这 等一下前面这条横的这条 这个湖滨山里 然后那个有一个门 湖滨中学有一个门 西北门 湖滨中学有一个门 进不了 湖滨 西北门也封起来了 这是几里呀 这是一里还是二里呀 这里是一里还是二里 不是啊 这里是一里还是二里 二里啊 二里是吧 拆了是吧 是不是要拆了 啊 我是那个记录生活 这个那个 记录一下 啊 要拆了 就是说一里二里三里四里好像 金色要全部拆了 看一下他们那个 公道 在拆 在拆 再拆 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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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这边的人肯定 都在拆 都在拆 有有感觉 但我不是住在这边所以说我没感觉 走了 反正走过 喷水 然后打打那个 离得太远了 可以闻到一股那个 就是土味 在这边是 我看了这边是 无名二里 拆了 再过来可能这些就没有了 再过来 我们再过来这些可能就没有 这个是三里是吗 二里啊都在拆是吧 这是不是一里二里三里都要 四里都要拆是吗 哇 大改造 哇 这边都要 他要大改造 嗯 后代西路 后代西路就拍到这里为止了 在我们这条横的这条路是那个湖光路 这条路呢是湖光路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 后代西路就到此为止 这些围起来的 这是二里 这些全部都要拆掉了 一里二里三里四里都要拆掉了 我能拍一下 我就拍一点 先到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啊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 点个关注 帮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吧 点个关注 youtube上面帮我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要拍的 可以下方留言 下方留言 或者说是加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 这样都可以 留言更好 留言更好 我能 我能拍的呢 我尽量去拍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支持 记得订阅 记得订阅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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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